现在跟大家介绍的是小林广子的阿森德尔风格 这是属于荷兰的画风 荷兰画风的特色就是用原笔记法 你只需要一笔就可以画出花瓣的感觉和叶子的效果 这本书里面的作品非常的多 那他是由小林广子跟他的学生共同出版的 我很喜欢里面的一些配色 然后他的花型种类非常非常的多 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些花是非常的缤纷 有的人会觉得他配起来好像太花了 其实你也可以去截取其中的一小部分 比如说你学习了他的这些小花 你就另外自己去做构图 这都可以的 因为这种复杂度是看你自己个人 那因为这个是荷兰的画风 所以你在里面看到的风景 大部分都是荷兰他的风景 有的人会觉得他看起来是非常的富有生气 很热闹的效果 当然如果你的配色的选择是比较淡雅的 那么整体的色调看起来都会不一样 像左边的这个看起来就非常的浪漫 右边的这个是非常的喜气 所以你可以依照你想要的这个赠送的人 他的需求去创造不一样的配色 这个看起来就蛮有那种俄罗斯的宫廷风 那么这里呢看起来就是很繁复 所以真的可以呈现出很多不同的样貌 那么这两个作品看起来是比较春天的感觉 这里也是搭配荷兰的风景 你会发现里面的配色真的是很多样化 因为每一个人他想要的配色的效果不一样 你也可以画在雨伞上面 画在拖鞋的上面 荷兰画风他的特色是里面的画师 大部分他们做画都是为了要贩售 因为画家其实不是只是画好玩的 这些作品他们就画在这些生活的器物上面 他都是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商品 那你把它画在皮包的上面 又可以增加他的独特性 因为他的花的种类可以有很多样的变化 你也可以画在比较小型的 像是相坠或者是这种 他属于戴帽材质的手的手表 当然皮包或者是手机壳是绝对可以的 那衣服压颗粒上面这些画出这种阿森德尔的技法 也是都非常的漂亮 所以他的运用范围非常的广 这是一个算蛮古老的风格 而且在彩绘的技法里面是很重要的 后面也是有很多的线稿 非常非常多 有一些比较大型的线稿就会放在这边 那么他的价格我也是会放在文章里面 这是一本很值得大家在学习这种 圆笔技法的时候一个参考的书籍 跟大家极力的推荐